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早晨 今天是2024年6月12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EAT开市直击》 今早有大华介宴香港研究部策略师杨允锐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Curtis 今天大事有什么焦点 今天要留意出外来的数据 中国方面9点半会出过CPI、PPI 外围方面今晚 美股都会公布通胀数据 而且在星期四凌晨会公布议息结果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内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各别发展 苹果升穿200美元,创新高 联储局今晚起,一年两日会举行议息会议 欧洲政局不稳的忧虑困扰市场 美债美股三大指数 都会低开 道指收市跌0.3% 收报38,747点 标指收市跌转升 收市上升0.3% 收报5,375点 纳指向上,收市升0.9% 收报17,343点 纳指和标指 都会创出收市新高 好,法国总统马克伦提出提前议会选举 市场传民会辞职 资金流出法国国债 令到债息一度抽升10个基点 法国股市上日再跌1% 德国和英国股市都要向下 一起看看焦点科技股 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推出Apple Intelligence 刺激股价昨天急升7% 收报207.1美元 创出收市新高 Tesla跌幅2% NVIDIA有回吐 上日跌0.7% AMD连续第二日向下 一起看二月托证券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 方网股ADR 各别发展 美团港股升4% ADR再比半港收市高 腾讯和阿里都比半港收市低 汇控比半港收市低超过1% 亚太区外围方面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跌超过200点 跌236点 现在报38,898点 所以综合指数向上升10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和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 早段跌下 跟Kelters谈谈 市场焦点 就是苹果 昨天股价大升7% 上日举行了WUWDC 宣布了它的产品 会加入AI元素 这个发布会出来的第一天 股价是要向下 但苹果的股价 昨天大家看到 升7% 股价破顶之外 市值上升至3万1千亿美元 今次Apple Intelligence 就说了一些 和OpenAI的合作 就是说 有些人工智能的功能 详细可以去到我们网页上看 有文字版 亦都有一些视讯版本 大家可以详细看 其中一样值得关注的焦点 就是今次Apple Intelligence 如果你是要用它的功能 你是要用到iPhone15或以上 或者如果你是用那个 Tablet或者你的手提电脑的话 其实你的芯片是要去到M1或以上 意味着如果不是过去三年 或者四年左右 换机的朋友 可能如果你想参与这个AI派对的话 就要换机了 两样东西 Curtis你看完它那些新的 叫做AI的功能 就会不会带动到你去换了 你手上现在用的那些电脑 或者手提电话呢 我就想着连你换机 是 也带动到你的需求 我想这个也是因为市场沉满 在想清楚之后 苹果的股价 为何做得这么好的原因 因为好像你这么说 有很多部机 其实都可以更新到iOS18 但是真的要用到那个AI 就要15Pro以上 15都不行的 是 所以要去到Pro系列 第一天的时候市场 为何觉得好像有些失望呢 就是因为本身 大家预期苹果 它又有一些自己 晶片研发的能力 有这么多用户在 期望它自己会有一些 AI的模型出来 或者它自己研究一套AI的应用 但是结果出来 原来它都不是自己去做 只是和这个OpenAI去合作 还有那些功能 我想譬如说 自制一些emoji 做一些文件处理 实际上 似乎大家好像已经是 明白了 没有太大的惊喜 我想和大家一直想着 那些AI的概念 有些智能机械人 之类之类 这些和大家的想法有些落差 但是我想昨天的时候 大家冷静一点 想清楚 其实Apple一直都不是最先进的 它的技术 如果想起来 其实Apple一直在说的 是最实际的应用 融合得最好 或者生态系统最完善 这方面不是个别的App 或者其他聊天机械人可以比较 如果Apple可以把它融入到iOS系统里面 我想这个就是市场再去想的情况 加上要用到iPhone15 Pro或以上 才可以换机 刺激大家去想 换机的一件事 因为过去几年 其实苹果一路的问题 除了AI方面 大家觉得 似乎没有什么充敬空间之外 就是 苹果自己的电话方面 智能手机 都少了很多突破性的升级 大家以前说 苹果的电话拍照漂亮 但现在对比起上来 Samsung变成了演唱会神器 似乎Apple又少了一个卖点 这方面 我想过去几年大家换iPhone 其实最大的推动力 就不是什么升级 可能只是旧电池老化了 现在这个消息 加进去 其实就刺激苹果新的换机周期 我想这个才是 反而这方面 可能AI对于苹果来说 短期的刺激作用 比其他科技股 因为你说其他科技股 无论是Microsoft Google等等 要真的AI对收入和盈利 有显著的贡献 其实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 亦都比较多的资源去研发 但是你说Apple这个出招之后 即刻就可能连尾 那个消息已经有刺激作用 反而对股价的公司来说 短期的帮助是最大的 是的 回到投资方面 你觉得这个换机潮值得 带动我们这些投资者 在现水平走入去买苹果的股票 我想这价值得再考虑苹果 因为刚才所说的 过去市场一直在忧虑苹果 就是智能手机换机 防慢了 没有什么突破成的升级 第二个就是在AI方面 它给不到一个蓝图出来 今次这个大会 其实可以说暂时至少短期之内 都解决了这两个忧虑 你看到它的股价都完全交到功课 破了个箱顶 上到200元流上的话 我想这个momentum 都值得大家再去跟进 是的 可不可以有少少价位 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了 原水平进入的话 其实目标可以看多少 我想至少可以看回到230元左右 因为之前其实也有个 小小的箱底 大约170元左右 破了颈线 你用技术分析去看200元的颈线的话 如果量度升幅 也有机会去到230美元左右 好 那我们谈谈美股的大市 有两个数据 大家这两晚看着的 第一就是今晚起开始议息 一年两天就会有这个会议 即到香港时间 星期四凌晨 就会公布议息结果 同时大家就会看到点阵图 那些官员的看法 第二就是今晚就会公布通胀数据 其实减息预期 就是在上星期五 就开始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推迟 因为当时就公布了 那个飞龙新增职位 有一个比市场预期颇大的增加 加上刚才说到 就是欧洲有一个正党轮替的情况 资金有一个避险情绪 流入了美债和德国的债市 令到美国的债息有一个回落的情况 那纳指上天就持续破顶 不过看到金价和加密货币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譬如说 未来有一两个重要的数据 或者有一些重要的资讯去看 Kurtis 你怎样去预视这两个数据公布后 那个大市的走势呢 譬如说 如果我举个例 有些人去估计 今晚的通胀数据 如果比市场预期高 其实那个指数 又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 因为你会看到 上个星期的飞龙数据 其实最吓人的地方 我想就是 4月份的时候 飞龙数据的平均时薪 增幅按年到3.9% 市场就非常兴奋 因为觉得是2021年6月以来 第一次下跌4% 但结果5月份出来 上升4.1%的时薪的增幅 这方面其实也反映到 再配搭冷水之后 其实通胀的回落的情况 不是直线的回落 大家可能也很反复 如果加上今晚出个数据 比市场预期更加是 确认了这一点 那你见 其实 即使市场预 afraid减息 我想可能到9月份 但也不能够 预期的减息消息 对比年初的时候 大家的衷镜 有这么大的推动作用 因为你见到欧洲减息之後 可以说其实是一个鹰派的减息 因为刚刚第一月减息之后 隔两日拉加德就已经说过 下一次未来几次都会暂停维持利率不变 不会那么快再减息 所以即使美国可能真是九月份去减息 我想论调都会差不多 即使减息之后都会强调 未来几次可能都会按兵不动 好,我们先看看上日恒生指数的走势 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人民币疲弱拖累中港股市 恒指星期二一度失手18,000点 恒指低开200点后最多跌372点 低位失手18,000点 下周大市跌幅收窄 收报18,176点收市 跌190点,跌幅1%左右 科指跌0.5% 收报3,755点 国指跌0.9% 收报6,452点 大市全日成交大约是1,400亿